姜濤的綜合新聞報導 今天是2023年7月5日 喂! 關於姜濤這一宗 叫做秘撻 發營師 我告訴你 去到尾聲了 即是比高登仔估計 之前三天會完 還早了兩天會完 其實基本上 今天你見到 都是會有一些傳媒 就著這件事 去 即是叫做 叫做 嘩眾取寵 去特意去 去講 再將這件事 去尿那些這樣的資料出來 再去黑姜濤一番 但我告訴你 我看這些這樣的報導 尾聲的了 基本上是沒有話所說的了 喂! 說真一句 你還有些什麼了爆? 肯定沒有 如果你有了爆 說我在那些這樣的姜濤群組 我自己的姜濤群組 姜濤頻道 一早已經爆出來了 不用等到你 還有你們現在講我的這樣的資料 講我的什麼片段 講我的這樣的相片 全部都在一個月之前 已經很多了 根本就沒有新 所以正如我昨天高登仔所說的 這件事 基本上很快完結 很快完結 而且加上近來姜濤再出來 有一些訪問出回來 譬如說 就是那個時裝雜誌 去澳門那個拍攝 一會兒再說 還有他昨天接受 大哥 深美大哥和小儀的訪問 都很好 很多這樣的資料 就釋放了出來 而且有些傳媒 也都是就著這些報道 去再作一些正面的宣傳 或者一些新聞稿也好 一些片也好 這樣做出來 那所以呢 大家放心 我想呢 我想 他這個叫做 跟 傳 跟這個MIRROR發言師拍拖 這件事 完的了 這樣 正如我昨天分析 基本上 這些傳統傳媒 或者網絡傳媒 沒有的 他們的目標是一樣 就是賣錢 賣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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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眼球 賣廣告 同樣 有一件事 昨天都是 在group 即幾個姜濤group 那裏有討論 一件事 就說 這個 基本上 是haters的一個陰謀論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 其實haters一直都是 在找不同的機會 去令到姜濤失敗 令到姜濤 是巨色韻落 但是一直搞 譬如我們 說回今年 1月1日 我的斥責樂壇 鏡中鏡那個表演 其實阿森美大哥也有說 在昨天的訪問之中 我們一會再看 很有趣 其實訪問之中 我們看到很多的東西 可以 可以看到整個姜濤發展的端例 就是這樣 是的 1月1日 那個斥責樂壇表演 那些haters 蜂擁地攻擊姜濤 令到姜濤 你一度就陷入一個困境當中 那姜濤也有說 自己 甚至是連社交媒體都不看了 放棄拿手機了 好了 然後後來好像 都叫做頂到一下 是不是 一中姜濤都頂到一下 包括那時候高等仔 又出片去支持 又去找不同的文章 出片 一人一片大行動 那時候我搞了一個活動 一人一片大行動 去支持姜濤 就免受這些海嘯式haters攻擊 令到姜濤就處於一個困境 接著就 接著就 接著就是 平息了一段時間 好 接著姜濤剛剛 叫做 養完傷了 她的腳 今年養完傷了 剛剛開始出來 活動 再做事的時候 其中一部分就是 因為哥哥的 翻唱計劃 姜濤就出來翻唱了哥哥的手 追 致敬 接著大家 聽我的數據頻道都知道 是否 姜濤 她 一出來唱 立刻 不是haters攻擊她 是東方新地 東方新地 出了一篇文章 她說她欺負一欺面 上當年 二刑二一年 詳細來容 你看回我之前的一些片 我也有說 接著就說她 又欺面 接著又說她 說廣東哥 老土之類 搞到姜濤要親自出來回應 第二次攻擊 亦都化解了一下 不過也有影響 其實一直到剛剛這個 姜濤的緋聞 其實當中 也有很多零聲的攻擊 那些不特別講 我一直有聽到我的頻道 觀眾聽眾都一直有聽我 去分析 和和大家去解釋整件事的流程 其實昨天姜濤群也有說 就住近這一年 不是 踏入了2023年 對於姜濤的攻擊 其實可以分開幾個問題 層次去底的 第一件事 就是攻擊她的能力 攻擊她的外形 攻擊她自己本身的地位 就是今年戚測樂壇的一個 抹黑這樣的工程 那我一次就搞姜濤不死 OK 但是姜濤的心靈都受到少少傷害 始終都是那句 一個人 你天天一打開那些社交媒體報道 就天天在海嘯式攻擊 喂正常人都會不開心 可況姜濤那麼恐 即攻擊她的人一定是 上千倍上萬倍 OK 那 接著 他們就說 攻擊她的能力 攻擊她的外形 似乎又不太修效 這樣 攻擊她一些叫做黑歷史 這樣 就在今年唱追的時候 回唱哥哥的聲吹的時候 攻擊她的黑歷史 那些是否黑歷史 不要緊 總之獵造 是吧 總之是假 這樣 總之說她什麼什麼不行 說她一些行為是很差的 攻擊她 啊 誰知道姜濤自己出來澄清 出來澄清之後 即叫做化解了 這次危機 那可能呢 我想這班haters 都是有些計謀的 攻擊她的能力 攻擊她的外形不行 攻擊她以前的黑歷史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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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他們最終得出來的結局 就是因為她後面 有大量的薑糖 有大量的薑糖去支持 無論她的生日也好 她的應援活動也好 她的代言產品也好 她背後最主要的一個實力的象徵 在想 咦 似乎呢 如果要打擊姜濤 就首先要分化 姜濤和姜糖之間的關係 這樣呢 那些haters呢 真的有用過腦去想了 但我告訴他們 不容易 跟著他們左抄右抄 加入了不同的姜濤頻道 姜濤的group 甚至獨糖group 在想 究竟 有些什麼方法 終於給他們一次的屎坑 屎坑 有一次去廁所的時候 就想到這條 他們覺得絕世好巧了 那又如何分化到姜濤 和姜濤之間的關係呢 即是你說有些產品差 他唱歌差 你又分化不了 說他外形變得肥仔 又分化不了 那就用一個人最重視的感情生活 去做瓜姜濤 分化他和姜濤之間的關係 這樣 好了 這件事 他們部署了 不是近這幾天 我和大家說 即是如果以高登仔的觀察 一個多月之前 已經不斷出這些post 譬如他和髮型師的 曖昧的照片 或者叫做短片 當然我都一再強調 這些屬於什麼證據 是不是 這些算是什麼證據 屬於什麼關係 根本就沒有關係 沒有證據 根本就是全部是假的 根本就全部都不是一些真 即是穿鑿附會 用成語 穿鑿附會 即是說 他隨便找到一些照片 就說他是真的 譬如我前兩天都說 他隨便找一張 姜濤去日本 那時候 為他自己品牌 to zero 做宣傳的一張照片 拍到姜濤在前面 Lidia在後面隔幾排 然後就肯圈著他們兩個的樣子出來 就說他們兩個去日本有路了 不知所謂 就是整個這樣的證據 流程 根本就是 假到不得了 根本就是完全不符合邏輯 那這些這樣的證據 就是傳媒大肆報道 那也都可以反映到 我想haters 已經去到忌窮了 已經去到忌窮了 從攻擊他的唱歌外表開始 到尋找他的黑力去攻擊 以至到用戀情去攻擊了 那去到今次呢 我都可以 概觀定論說一句 那些haters 今次都失敗了 都攻擊不到姜濤 就這樣說 其實我想整個流程 在haters的攻擊 或者傳統傳媒 或者一些傳媒攻擊之下 一些抹黑姜濤 在今次緋聞之下 是有些影響的 那我們在姜濤群 有時候都看到不知真姜濤 還是假姜濤 即是說姜濤拍拖 很傷心 即是說起都漏氣 說姜濤拍拖 就很不高興 就說要以後脫離姜濤這個行李 不再支持姜濤 那又更甚者呢 就有一些group 本來是叫做姜濤的Whatsapp group 這樣 就因為 出了這些新聞 就無故解散了 這樣 這些無故解散了 就 無論是真是 為了這些 所謂的假消息 假匪問 去解散也好 或者是因為他們自己本身 不同原因解散 但是正正就是這些 這樣的敏忍時刻 姜濤 是需要大家的支持 體諒 和很多group 的一些支援 你在這個時候解散group 我不知道你背後什麼原因都好 其實已經發出了一個危險的訊號給外加 外面也有一些傳媒或者youtuber 就著這些事情 去開香檳慶祝 甚至是說 該死啦 姜濤 要愛情就是要麵包 現在要阻礙愛情 脫粉 解散 很多姜濤 不會支持姜濤 等等 類似這樣的言論 然後 在及後 就有很多 例如近這兩天 又見到一些group 就成立了 但我告訴你 我很肯定的說句 起碼我自己高等仔 我之前加入過一些group 是同一人的 又是那幾個 我幾個解散group 那個又是他 現在整個group 那個又是他 是不是 我不管你當初解散group 是為什麼原因 但是正正前幾天最敏感的時刻 就是要大家團結一致 你打正旗號 你的group是支持姜濤的 你又去解散了 支持我一兩天 是不是 我不知道你什麼原因 是不是 但是正正在這個敏感時刻 你解散 喂 那你真的和一群士兵 是不是 喂 現在敵人來了 我們現在就是一個都不能少 就去對付這一群 這樣的敵人 你這個時候 你拉大隊說走 然後我不管你說是 腳痛也好 或者肚痛也好 是不是 你現在有個人原因的 解散group 是不是 但是現在就是敵人攻到來的時候 你就正正在這個最重要的時刻 你拉大隊走 這是什麼意思 你官免堂皇 說到什麼原因 沒有意義的 因為大家正正在你最需要的時候 你臨陣退出 臨陣退出 是不是 在這個最重要的時刻 你離開大家 那你和叛徒有什麼分別呢 好了 然後現在好像見 好像 事過境遷了 是不是 有很多 有很多不同的 數據顯示 姜濤就沒有就這件事受到影響 有很多姜濤就給了很多正面的訊息能量 然後你們又再開了 你們又再開了這些group 是不是 我告訴你 Golden仔我都記錄了 坊間 我不敢100% 我不敢說100% 我知道所有group 哪些存在 我也都沒有辦法100%進入所有group 無論TG Group也好 WhatsApp也好 Facebook Group也好 但有進入 我知道的我都記錄了 哪些管理員我都記錄了 就是 我亦都可以告訴你 我亦都看到一些group 之前解散了 就是因為近來 那些事丟淡了 姜濤的人去不跌反聲了 那我一會兒八點段片 會和大家解釋 怎樣不跌反聲 那你們就開了一些group 你們就開了一些group 去支持姜濤 不知所謂 我不是罵這些這樣的姜濤 但是我告訴你 正正就是這個時刻 是不是 我昨天都說了 是不是 有些youtuber 嘩 扭汰 比轉彎還快 是不是 一見姜濤不行 就立刻改變自己的頻道的策略 說其他事情 是不是 我不是的 高登仔 我這條片 我就站在這裏 風雨不改 是不是 每一天就是報道姜濤的事 就算姜濤面對很大的危機 面對很多這樣的痛麻 很多這樣的脫粉 都好 如果我不知道有些真姜濤 我不是說一個鬧 但是我是痛心 是不是 你們對姜濤都沒有信心的嗎 姜濤陪伴了你們這麼多年 風風雨雨了 經歷這麼多重要的時刻 你都不信姜濤 是不是 你都還信他會真是 暗撻 發營師一年有多了 暗撻了 都不告訴我們姜濤聽 我不信 我自己高登仔 你自己作為姜濤這麼久 是不是 有這麼多的證據了 是不是 就是了解到姜濤是甚麼為人 是不是 那當然 我亦都不能夠 好100%說這些這樣的解散group 或者叫做聲稱說很失望 聲稱說要退化那些是不是姜濤 但是我覺得我那些真的不是一個姜濤 就算你曾經一個姜濤你已經沒有資格了 經歷今次這一段的風波 我說給自己聽這個風波 我們都不覺得這件事是真確 拍拖這件事是一個風波 已經是人是鬼已經知道了 已經很清楚了 全部又好 我那些什麼.com 那些 之前我常常報姜濤的新聞 讚流量 姜濤一拍拖 全拍拖 不是一拍拖 全拍拖 那些什麼.com 現在立刻蜂擁而至去抹一下姜濤 踩多一腳 是人是鬼 你自己已經表達得很清晰了 是吧 有部分的姜濤group 是吧 一有些什麼事 立刻扭太扭不切 是人是鬼 很清晰 是吧 有些youtuber 打著旗號 去支持姜濤的 在這段時間不出聲 不幫姜濤說話 不解釋的話 是人是鬼 大家看得很清楚了 你看回姜濤這個風波 高登仔每一天都要出片 每一天都為姜濤說話 是人是鬼 看得很清楚了 是吧 我知道的 有很多坊間 也有很多人說 現在要支持姜濤 之前那些傳媒抹黑 真的不行 我們現在要支持姜濤 你現在才是支持姜濤的嗎 他那時候 受到這些傳媒抹黑的時候 你走了去哪裡 你有沒有出過片去支持姜濤 是不是 躲起來不出聲 現在沒事了 就出來開香檳慶祝 燒炮獎 然後就坐慶了 沒有用的 這些大家看得很清楚 究竟在關鍵時刻你去了哪裡 究竟在姜濤最需要支持 最需要信任 最需要大家去體諒 還有說話的時候 大家走去哪裡 是人是鬼 砌得清清楚楚 是吧 即是本來高等仔對於這些 這樣的 人情懶戀呢 都看得很通透 但是 真是無奈 今次這件事 其實我一直 我告訴你 當初呢 就算在過幾月之前 發生了這些 開始出這些片 這些這樣的 叫做 拍拖 暗撻言論 那時候還沒有 好像現在這麼成行 那時候只不過是充其量 在一些姜濤club那裡 互相去 叫做討論一下 其實那時候都沒有什麼討論 大家都覺得是假的 這些事情 沒有什麼值得討論 那後來經過一些傳媒的放大 發酵等等 那才演變成 今天這樣而已 那當然去到今時今日 都應該差不多完結了 但是就正正在這件事 我們就看到很多事情 看到哪些人是人 哪些鬼是鬼 是不是 就是分得很清楚 哪些人在關鍵時候 放棄或者不出來 出聲 做沉默的一群 是不是 理解的 很多人就說 哎 先看清楚 我記得有一個YouTuber 曾經說過 他說 我其實第一天已經看到 姜濤這件這樣的緋聞 但是呢 就不幫她說話 因為怕 如果萬一是真的 就會炒車 喂 那你自己本身 都是支持海姜濤 跟你明白姜濤是甚麼人的 你居然跟我說 你要先看清楚 你要先看清楚 究竟這件事是真還是解 如果不是 我出了聲 幫姜濤說話的時候 如果真的跟Lidia拍拖的時候 那我就會炒車 那這些YouTuber 就是自私 那就是利益均先 因為他們害怕 他們害怕這件事是真 如果一出來 劈頭去幫姜濤說話 那自己就處於一個劣勢 那這些YouTuber 你以後不用聽都可以了 對不對 你都不是真心支持姜濤的 甚至有些YouTuber 借一些話 不說這件事 即是說了其他風花雪雨的事 甚至是收了咪 那幾天都靜了 不說話 因為要先看清楚 要先看清楚 這件事是真還是假 他對姜濤沒有信心 他對姜濤 你都不知道是不是跟Lidia拍拖 如果你萬一跟Lidia拍拖 我衝出來去維護你 那我豈不是很糟糕 那這些就是對姜濤沒有信心 或者你根本就不是一個 認識姜濤的人 對不對 你認識姜濤的 你就應該一開始已經知道 這些人是假的 是獵造的 對不對 好像高得仔一樣 一早已經出來 即是每一天做 因為我對姜濤有信心 我知道姜濤不會這樣做 你看那些葡萄已經知道了 怎麼會暗泰一年我們都不知道 怎麼會暗泰一年姜濤都不說 我夠膽說 姜濤一拍拖第一天就立刻公佈 不用這樣收收賣賣 所以有些人 是不是真心支持姜濤呢 大家就著這件事 已經是清清楚楚知道 哪些人真是支持姜濤 哪些人不支持姜濤 是人是鬼蛇蟲鼠 是什麼都分清楚 所以 都好的 即是我想這件事 雖然有些人說 無緣無故又搞這樣的事情 即是無緣無故起達 原本就要搞演唱會 搞新歌已經搞到一頭煙 還要去應付這些事情 但不是 更加清晰 因為這件事 這件風波 已經 即是看清楚人性了 是不是 看清楚 究竟哪些人 是真心支持姜濤 哪些人 是 是 假人假意 沒有說過任何一句說話 幫姜濤 我告訴你 可能由昨天開始 在網絡上說 幫姜濤說的話的人 你查一下他之前 有沒有幫姜濤說過的話 對不對 今天說的話 肯定是假人假意的那些人 春出來說 我都說姜濤沒事的 你們又不信姜濤 我都說姜濤沒有拍拖的 你之前有沒有說到嗎 你之前有說到為姜濤說過的話嗎 根本就沒有 你現在只不過看姜濤的形勢 回來了 是不是 回來了 真的沒有拍拖 傳媒又沒有追擊他 那個勢又回來了 他的名字 再一次變回流量密碼 所以就牽連他的樣子 牽連他的名字 做片也好 報道也好 是不是 不知所謂 是不是 整班人 懶亂自知 是不是 究竟哪些人是支持姜濤的 大家心中有數 是不是 都不用高等仔說 是不是 所以 我想 大家可以 再去了解一下 再去了解一下整件事 希望大家 用一句 雪亮的眼睛 去看一下 哪些人 是支持姜濤 哪些人 是純粹 拿他的名字 出來流量密碼 去純粹穿坐附會 去想著 賺取一筆 眼球 賺取一筆流量 這樣而已 是人是鬼 大家用雪亮眼睛 一看就清楚了 好 另外一單 就要講到 昨天 她接受了 心美小儀的訪問 在祖霸王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DJ 還有另外一個DJ 就是 梁家琦 三個去訪問姜濤 當然 所有姜濤 都平息以待 馬上去收聽這個節目 其實我想大家都有期望 究竟姜濤會不會 因為這個是現場版 是昨天早上的現場版 會不會就著 那個緋聞事件的回應呢 其實高一仔都一早說到 姜濤應該是不會再回應 這件事 因為假到無論 流到爆 所以真的 她在這個祖霸王節目 隻字都沒有講過 這一次這樣的緋聞事件 我想正正就是 我想 Make a view 或者花姐和心美已經 溝通好了 這樣 我想 這些臨臨種種的事情 就不會再講了 反而 就集中講了幾項 昨天 大家有聽了 其實都 差不多頭頭尾尾 都整個中 他也講回 這樣就對了 說回叱測樂壇 那次1月1日的表現 加上 他也講回一些心路歷程 還有買樓那些 這樣的東西 當中都牽涉到一些 haters 的東西 這些都有講的 那我們就看看 當中有什麼有趣的東西 我覺得都可以再跟大家分析一下 昨天我們上了電台 去講一些不同的發展 當中 他就講Dummy的分量是比較多的 那他也有再提多一次 那他說 今次 第11首單曲 第11胎Dummy 其實是屬於插班生的 那什麼叫插班生呢 就是因為 姜濤就講 他說 這首歌 就源於年頭 在職責樂壇表演的時候 網上就出現了 海量的負評 那更加自爆 就叫公司說自己一年 那跟著 心美小友就馬上講消息 其實是否你想 休息一年 那當然姜濤也很少回應 他說 其實不是的 你想想 他連樓都買了 那他說 其實他可以有地方去躲起來 他說 他也很坦白 他說他覺得 沒有必要再撈下去 這樣 那他說 那是開玩笑而已 他說想靜靜的 就是靜一年 這樣 沉澱一下自己 看看會不會再有些進步的空間 這樣 那他都 老實說 其實都對自己 有少少不滿意 這樣 那我想這些不滿意 我想大部份 其實是 源自於 源自於 那些haters的言論 我自己覺得 這樣 那如果不是那些haters的言論 其實我覺得 他那次的表演 真的 真的很好 其實不差 其實也都可以表現出 他一些功架 甚至是 說著 他的一些 不錯的表演 其實我一次 其實表演 我是給完美的 100分 這樣 這樣 真的不知道 那就是 證明那些haters 對於他的攻擊 其實是有一個 直接 或者間接 很大的影響 這樣 這樣 但是他也有說 其實他對於 那一晚的表演 其實是 無悔 其實他對於 那一次表演 就覺得 他說 做藝術 和做歌手 本質就是 要他自己 hi 那就是 那個moment 只是想自己 用自己的方式 去表達情緒 沒有說 後悔什麼 那森美 那森美 當然都說 讚他 那個性格 就非常的直率 正正因為 你有這份直率 才有這個 這樣的表現 我想森美 也都說 其實森美 自己做了 那麼久主持 他都有否白 他說 去到今時今日 他都年紀大了 他都 有些成長 他做主持 他去到這些位 他覺得 無需要 就去再側 或者 再去 即叫做 推下 那些新人 去一些偏激 鬼 他覺得 反而去到這一刻 就要 支持多些 關懷多些 還有 support多些 那些新人 那我覺得森美大哥 都是一個 成長 那樣 那所以 我想 對於姜濤這個解釋 森美都很支持 這樣 那 接著姜濤也有爆了一件事 出來 就說 其實原本他打算推出第十一首單曲 就是一件 即原本那首歌 應該是想是一個很開心很興奮的歌 那正正正是因為呢 今年那個 《戚測暗談》班獎 你呢 出現了台上那個 表演事件被Haters攻擊 那樣 所以就把原本的歌曲押後推出 那他亦都說了 他說他本身呢 就打算再不去做這些 Dark 的事 就是比較黑黑暗暗的事 那我覺得 應該2023年呢 是一個新開始的 其實我都覺得是 那因為呢 他說前面那十首歌呢 他要講的東西呢 都已經講完了 那是時候用一個 新的篇章呢 去講一些輕鬆一點的 自己也好 聽眾也好 如果不是呢 就會出現了很悶的情況 那跟著呢 小二和另外梁家琦那個主持呢 就講 他說呢 其實呢 當中呢 就有很多人呢 就掛著《蒙著水雪愛你》的曲風的 那呢 姜濤呢 就回應了 他說呢 他曾經想過呢 以後都不再唱《蒙著水雪愛你》的 因為呢 他有想過呢 不再唱這首歌 因為他覺得呢 疫情都過了去了 也都沒有什麼意欲再唱 那大家都沒有需要再蒙著嘴嘛 那這樣 那跟著呢 心美呢 就講了 不過呢 我都知道你會再唱的 那麼 姜濤就說了 他說他怕四五十歲呢 去到那個年紀 你還要唱的歌 還唱的歌 那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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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作為姜濤 你去到四五十歲 唱的歌 我覺得都可以 你那種歌呢 其實我又這樣說回來 其實 一兩歲有一兩歲的Q 七八歲有七八歲的Q 九十歲有九十歲的Q 去到十五六歲有十五六歲的Q 去到二十多三十歲拍拖有拍拖的Q 所以姜濤你不用擔心的 就是每一個人去到某一個年紀呢 都有去發揮QQ的機會和時間 所以呢 你說 你總之有些去到八九十歲都很Q 有些人 所以不用那麼擔心 那我想這些這樣的 就是叫做年紀呢 應該是對於姜濤來說 不是一個限制來的 反而是一個更加多的表演的機會 所以就不用那麼擔心 那跟著他就說回 Dommy的舞蹈呢 是由這個姜濤的偶像 小豬羅志祥的御用牌舞師 大木老師牌的 那他當中說到姜濤的一個 敲頭的招牌動作呢 其實是由姜濤自己設計 那樣子 然後他就透露了另一件事 就說了 他首次聽到這首歌的時候 就立刻想起敲頭的動作 就想表達了 敲醒和提醒自己 這首歌是一個字招 是一個紀錄那個時題 是需要自己去記得自己的初衷 大家可以繼續敲它 那幾個月呢 大家真的敲得很厲害 那這些大家呢 其實是講的hater 我們姜濤怎麼會敲你呢 怎麼會捨得敲你呢 我們疼你也疼不及 我們大家都希望透過我一次的hater事件 就作出一些反思 以及一些記住 就是我們要不要再被這些hater事件 有機會傷害到你了 那而當中他也都看到 這個Dummy這首歌裡面 一些魔性的小聲呢 其實姜濤坦然這個是自嘲的一個行為 那當然他也有點無奈地說 大家都在這裡笑你 笑到呢 連他自己都想笑回自己 那其實那時候就不是說笑你 是那些hater有目的去攻擊你而已 支持你的人不是笑你的 支持你的人呢 在今年七七樂壇之後呢 是一直擔心你 一直都不知道你的狀況是怎樣 一來你那時候有腳傷緊 那究竟你的腳傷情況是 影響到你出不來 再作表演或者是沒有了消息 還是那些hater的攻擊 令到你不再出來呢 即是那時候大家都 資訊都是很混亂 即是不知道那時候 應該是處於什麼的情況去支持 那所以我想姜濤 即是如果你有聽過我的販毒咒 就這樣說吧 那所以就一定不是笑你 只不過是些hater的而已 那所以大家不用 即我想姜濤不用為了這些事情 太過戒懷的這樣 那那 然後呢 姜濤呢 就在這段訪問都說了 其實在今次七七樂壇表演之後呢 他一開始是有點害怕 那就害怕呢 大家以為他貼了線 那但是他希望呢 就惡迷呢 即是姜濤呢 能夠意會到呢 他所想表達的東西呢 其實呢 是想說呢 不要把所有東西困住自己 那他說呢 表達憤怒 有很多方式的 亦都不需要太過激進 那樣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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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訪問之中呢 我們都不斷聽到姜濤呢 有幾個咳聲 那 那心美也都關心他 那你千萬不要病啊 睡多點 因為你一病呢 全世界就會很緊張 真的 那 那 那 跟著姜濤就說了 你有沒有覺得我 其實那個咳 其實你又覺得很大件事 我弄傷腳 你又又覺得很大件事 所以不敢病 那 那就是姜濤就問他這件事 那 就是問姜濤會不會 因為 他的 每一個舉動 都 對大家來說 造成很多的影響 那 那 那 所以就大家都 怕姜濤呢 就因為這些事情 就不敢病 那 那姜濤都說了 其實 是OK的 那 他也多謝大家關心 那 他說有人關心 都是很開心的一件事 不過呢 他就希望 大家呢 有時 有時 不需要過度擔心他 那他說呢 他都大過兒子了 那 那大家呢 就不需要太過 擔心的 那他會自己處理 那 那 那 跟著 他都提到了 8月份 那個個人演唱會 那時候 姜濤呢 都透露了 他就會用一個 水的概念 做主題 那 可以好像水一樣 就是一種 態度 那樣的 那 那 我想個人演唱會 那一部分呢 就 就是相當之重要 那 究竟 當中講一下姜濤那個 那個 情況是怎樣 那 那我想 那 就是 那 那 然後呢 不可以說是被迫 是 謙虛是一個 對人生處事的態度 那 他經常有一句呢 就經常提醒自己 那 是一個 入行之前的一些感受 就是說 表演的當下 你要很主觀 脫離表演的當下 你要很客觀 那 那 這個呢 就是姜濤一直想維持一種 表演的態度 那 人家呢 對你說些什麼都好 你都要很客觀的 深思 究竟 對不對 不對就不要理 對就要做 那 而且他也都講到 鏡中鏡呢 就是講 怎樣 在這些 每個概念之間 怎樣去共存 那 他說呢 自嘲是他這次共存的方式之一 那 跟著他就繼續說了 他說 說真的 誰不想 說回別人 就是別人對攻擊 為什麼會 反擊 那 跟著姜濤就說 你說我啊 他說試試有十個粗口 等著說回你 那 他知道呢 很多小朋友呢 都喜歡他的 那 所以 不要說一味就 出口說別人不對 他說呢 他也都希望這個世界 少些負能 就說得沒錯 我們認識的姜濤 就是正能量 和大愛 所以就一直 為什麼我們這麼支持 就是這樣解 那 跟著他就說了 任何事情 只要大家 退一步 就會很好了 那所以他希望呢 面對 任何攻擊 那姜濤都知道 這些是攻擊 是不是 不為高登仔 一路以來 對於姜濤的支持 是不是 就是你不要再當這些 Haters是善意的提醒 根本就不是 根本就是一些 按而攻擊 是不是 那跟著呢 他就算 以後呢 都會用一個 平靜的 心態去面對 那這樣 那跟著呢 姜濤也都說了 他說會透過這個 唱歌 跳舞 和打球 去發洩 這個負面情緒 那更加 他更加說 那他說 打球的時候呢 你會惡些 因為呢 你不要太矛就行了 那打球的時候呢 就跟別人的身體接觸 我一下的宣示 都好的 那跟著主持人就問姜濤了 那你對自己有什麼定義啊 那姜濤就說了 他覺得就不要太過輕易 自定自己是一個什麼意義 那他的演唱會其中一個概念 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太過 宽死自己 那在人生或者表演的某個方式上呢 他那時候呢 就是覺得太過宽死了自己 要表達 即要表達 其實有很多方式的嘛 那就希望呢 就大家那時候呢 就不要想到呢 用某一種表達方式 寬死了自己的行為 那就最好了 那這樣 那所以 我想這件事情 其實我想整個訪問呢 就表達到幾件事情 比如 其實我想 大部分著墨於呢 姜濤新歌的這種Dummy 甚至是講著呢 姜濤呢 年初那時候呢 戚則樂壇 對於那種Haters的攻擊 的一些反思啊 還有現在講多一點點東西 究竟那時候 所發生的事情 要怎樣面對 乃至到 去到今時今日 的一些處事態度 或者一些反應 那我想這些都是一個 很好的成長來的 我想對於姜濤來說 那所以我想 這個訪問 都是一個里程碑 也都是 就著 因為近日那些 匪民風波 這樣 雖然看當中呢 就沒有看到 不過呢 我想姜濤也想表達一個很清晰的訊息 你做什麼 做什麼行為 都有人說的了 對不對 你不可以因為人家的說 即他當中都說了 人家說得對 你就聽 你就改 人家不說得不對 或者人家一些叫做惡意的批評 那其實那些事情 你就可以不用理 那所以我想這些就是 我想正正就是姜濤一些 成長的見證 所以今次這個訪問 阿森美 阿小儀 阿梁家琦 是訪問得非常之合適 和合那個時宜 因為我想正正這些這樣的時間 就很需要一個平台 為姜濤第一身去發聲 而我覺得電台都是一個 很好的媒介 去給今次姜濤 就近來這麼多的事件 或者近這大半來的事件 正正式式去回應一次 透過Dommy這首歌 所以我覺得都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我想 就近來這麼多事發生 我想都差不多是一個 階段性的完結的了 就是說如果再有傳媒報導 我覺得我自己預計應該不會有 因為 不會有更加多的發生 因為這件事是捏造的 你捏造得來 手頭上的證據是不會多的 因為假的東西 你怎樣去說 怎樣去發酵 都只是我的範圍的影響 因為它沒有醉身 除非你說突然找到一張照片 這些東西 它不會通過買相 去保護姜濤 它其實表現的意思是 拍拖就拍拖 你真的拍到相片 你就拿出來 對不對 還有我想 那麥克風也心中有數 是不是 就算姜濤拍拖 那又怎樣 不會影響到姜濤的任何地位和聲譽 好 那大家有沒有買到最新的 那時候撥亂反正 說回一些正常的事情 去為姜濤發聲 因為之前實在太多 譬如我剛才這樣說 之前實在太多這些 扭曲新聞 抹黑新聞 去令姜濤不開心 那麽我想 隨著那些所謂的證據 已經在目更新之後 那麽我想 那麽事件都應該可以 完結了 那麽所以呢 那麽這麽 那麽這麽這麽雜誌呢 那麽就 都 叫做 大家姜濤等了很久 那麽 那麽這本雜誌呢 是值得一買的 因爲裏面 那麽當中呢 其實是講跟他 一些成長的歷程 整個訪問 那麽當然都包括他 那麽那麽時候 就是好像 比較少 報導那個澳門的 倫敦人酒店那個 之行 那麽那麽 那麽很少的消息 那麽呢 那麽這麽雜誌呢 就是講回 那麽這麽這麽 這個拍攝的 那麽情況 那麽那麽那麽 那麽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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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那麽那麽 這麽那麽 那麽呢 那麽那麽啊 那麽那麽 迷惘了 但也不要緊 一個人總是人生流流長 肯定有一兩段時間 遇上壞男人或者壞女人 我想說人生流流長 總會有迷失的時間 姜濤過去這半年 可以說是迎接他人生中最大的迷失 但經過迷失之後 他曾經沉澱過 面對過 沉迴過 今次就說 I'm back 相信力量就會更加強大 他說今次這個拍攝 一大清早趕時開始拍 其實都很奔波濡濡了大半天 加上他拍攝的期間 正正就是盛夏來的 非常之熱 但是由於場景問題 所以姜濤就要穿大褲 去拍攝顏照 不過因為天氣熱 加上衣服又熱 因為現在不是冬天 但是也稱讚他 他說多麼辛苦 他都維持了一個專業的態度 偶然呢 只是說一句 哇很熱啊 這樣 然後拍攝到一段時間 他覺得有點累的時候 他都會 踢起自己的精神深光 就去認真 拍攝出來 這樣 然後 其實這個訪問 就說了很多 他一開始就說 這次的拍攝 或者訪問的點滴 這樣 他就說 那姜濤呢 他有登記入住這個澳門 倫敦人酒店的時候 就 只不過是口口口說了一句 想吃士多啤梨 誰知道這間酒店就立即安排人 就送些士多啤梨 送些士多啤梨 去姜濤的房間 他覺得這些專業的安排 就非常窩心 令姜濤覺得很幸福 那姜濤就說 其實他就是這樣的人 他說 只要一小小的貼湿的事件 就令到他覺得很幸福 這樣 接著裡面訪問就說 其實呢 雖然姜濤呢 只要日常生活 小小開心 都能夠 令到他非常快樂的 如果想像一下 這半年呢 他承受著這些 紅水晚獸的攻擊 就是這些 海嘯式攻擊 有些傳媒已經 開始用我們這些 高登仔的字 如果呢 半年之前呢 他有機會再訪問姜濤呢 話題呢 一定會說 姜濤怎樣成功 怎樣去有很多的機會 萬千種愛做一生 誰知道 就正正 半年後的今天 他經歷過 眾恥之敵的一個經驗 那接著姜濤就說 他說呢 姜濤就說 面對這些網民 就是姑且叫做Haters 姜濤呢 姜濤呢 就沒有激動 這樣呢 就為自己平反或者解釋 那呢 只是很輕描淡寫這樣說 其實由出道到現在呢 批評的聲音呢 一直都在姜濤的阻近的 而且可能呢 大家一直都只留意到 很讚他的聲音 而忽略了其他 但是呢 他說今年 上半年呢 是最激烈的一次 亦都去入行至今 最嚴重的低潮 那姜濤說到 這次是低潮來的 終於 我想有一個 很明顯的字 說出了 今次真是一次 很慘烈的 無理的攻擊來的Haters 那就是在說 今年斥殺樂壇那件事 那接著姜濤就說 在這半年之中呢 只有姜濤出現的新聞呢 下面呢 就一定有半場 一些充滿攻擊性的留言 那當然 佔頭衛呢 都是幾個 對於姜濤不離不棄的 姜濤的支持的留言 那他說呢 有時候就不一定要針對這件事的 甚至那些人呢 只是萬無目的地這樣 去人身攻擊的姜濤 那其實旁邊見到這些留言 都覺得難過啦 何況是姜濤呢 那姜濤就怎樣回應呢 姜濤就很坦白就說 他說剛剛開始的時候 看到很多東西 就令他很難堪的 留言的 甚至令到他 就不想去面對 甚至刪除了很多社交媒體的東西 很想遠離這些負面的聲音 是啊 我都覺得很難 所以我呢 有時候會阻止了些粗口 那 什麼都不想去理 那跟著我都說到了 他說經歷過時間的洗禮 那他都知道呢 就不可以再逃避 而且要小心去處理 那嘗試去過濾哪些是有用的評語 那如果有用的話呢 就轉化為激 即他鼓勵自己的正能量 那這些真是一個非常之好的轉化 那但是其實他就說得輕鬆啦 但是其實不容易的 就是因為他作為一個 剛剛踏入了24歲 都是年輕人啦 那其實我想近這一年發生的一切呢 都不是他想像中說得這麼簡單 那當然 姜濤就繼續說 他說做藝人就是要懂得 面對大家批評的聲音 就是當然說的容易 我覺得姜濤不容易去面對 那跟著他就說 反過來他就很感謝這段時間 對他的批評 令到他學了很多東西 也都鍛鍊了很強大的心臟 不單是姜濤來的 姜濤也是 姜濤也成長了 還有面對這些這樣的攻擊 姜濤呢 姜濤呢 都已經發展了一些技能 去再面對這些這樣的攻擊 那麼姜濤也說 相信之後他再面對這些情況 應該會比這次更加輕鬆撐過去 我相信這個低谷就捱過了 正正剛剛他講這句話 因為我想這個雜誌的訪問 就是講他和發言師的緋聞 還沒發生 所以我想正正就是說 他都講了 他說以後面對這些事情會輕鬆 我想真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他這次面對這次的匪民攻擊 他都處理得很好 甚至在《森美大哥》的節目那裡 《祖霸王》也沒有再提 證明其實已經消化了 以及明白如何再處理這些無理的Haters的攻擊 我覺得姜濤真的有所成長和處理得很好 然後他也有一點總結的 他說經歷過這次的低谷潮 姜濤就希望繼續以作品說話 他說他新歌《Dummy》的歌詞就總結了大家這段時間的批評 他說其實在歌中他自嘲了自己 那次是過於興奮的演出 有待進步的唱功和不斷提升的體重 他真的很坦白 他說歌裡面的奢善木偶是給了他自己 但是操縱這個木偶都是自己的 很多時候大家都是被自己的操縱上 迷失了自己的初心都不知道 所以姜濤坦白說 他其實就沒有忘記了自己的初心的 他就說他只是希望做好自己喜歡做的事 而現在表演是他最喜歡的事 所以他一定會不計價回報 重力去演出 其實大家都明白 大家都明白那次 其實他不是表演得不好的 他只不過是剛剛相遇了出來 他想給觀眾一個更加好 還有更加一個樂力去表演演出 去回饋給大家 其實大家明白 我想當然大部份的不是姜濤的人民 或者甚至是Hater勢 特意藉著這次的東西去攻擊姜濤的意思而已 所以我想就是這樣 跟著他說其實之前因為我一次測的攻擊 他其實迷失了一陣子的時間 他說有一段時間因為有太多的雜念、雜信 令到他喪失了最純真想表演好的心 不知不覺就走歪了 跟著姜濤也在這裏覺得 其實他就說 其實他覺得人生其實是一個不斷尋找初心的過程 他說人人都會迷失 真的 但是就一定要懂得重新把握自己的初心 千萬不要放手 而當年之中其中一個句子就是 布偶像斷腩 製造 懸疑怪事 他亦都說這兩句 就是這句就是 嘲諷自己一段迷失的時間 好像就斷了線的木偶 他說迷失呢 最恐怖的地方就是不知道自己在迷失什麼 好像迷失去了另外一個只有自己世界的東西 當自己知道迷失就會發覺 原來當中做錯了很多錯事 所以他就會停一停 然後眼神就很固定的 他說以後大家都要多多批評他 他就會將這些批評轉化為迷失那時候的指引聲音 正如好像Domi的最迷 自嘲一番 沒有忘記循生出發 那就是說當中說布偶會記得初衷 那就忙忙分事 跌過會再試 那就賣力未算遲 這個就是他的一個訪問的最主要內容 還有最後應該就會說 他說對於這次8月份的演唱會 就請了很多大師級的人馬參加 試過效果都非常精彩 希望可以給大家一個新鮮的唱跳的演唱會 他說將那個目光放在更加大和遠的地方 跟那個初衷連接 大家都非常期待演唱會 怎樣再聽他叫一次 I'm back 這樣就蓋過任何人的聲音 這次的這個雜誌訪問 當然透露出他那時候 面對斥差樂壇之後的一些hater的攻擊 批評之後的一些迷失 那我也都已經消化了 那我想正正就是一個證據就是說 他近這幾天面對這個緋聞的攻擊 他處理得很好和很成熟 正正就是想當天 斥差樂壇那個海量式攻擊 海嘯式攻擊 之後帶給他的一些成長 我想他之後會越來越堅強 和面對這些攻擊 越來越知道怎樣去處理 和不會再一次迷失 那當然再迷失就是我們一班薑堂 還有薑堂也是的 有很多薑堂藉著這次的攻擊 都能夠成長的 面對這些hater的攻擊 我們都有處之太陽的方法 去幫助薑堂 就是不要再受進一步的傷害 所以我想薑堂和薑堂的成長 或者甚至高森仔我自己的成長 都是對於薑堂未來的發展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所以這個訪問 很開心 看到薑堂認識了 以及對於這樣的攻擊 以及這些經驗 可以轉化為自己 一些對於未來尋找方向的一些要素 所以我想都是值得大家去鼓掌 所以這次無論是深美的電台訪問也好 或者雜誌的訪問也好 都看得出我想這大半年來對於薑堂來說 都是一個很好的成長 和一個很好的經歷 而這些經歷和成長 就為他未來的成功再鋪路 所以我們要繼續支持薑堂 今天呢 今天的新聞就差不多了 其實還有一些新聞可以說 不過不要太長了 留下明天再同樣時間 再講給大家 再分享給大家聽 好不 就是這樣 多謝大家繼續支持薑堂 以及支持我的頻道 加入的會員頻道 如果這條影片覺得好的 超級感謝超級留言 希望大家繼續努力繼續支持 希望明天同樣時間 我們繼續 姜濤的綜合新聞報導 拜拜